HELLO 大家好 那現在是疫情期間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跟疫情相關的教學影片 好 那在這支影片呢 我們會模擬一個十米乘十米的空間 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呢 我們最多可以塞到多少個人 然後依然還是可以保持這個社交安全距離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Grath Hopper 來做這樣的模擬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程式怎麼運作 好 從左手邊這邊呢 可以看到這邊是我這個十米乘十米的一個正方形的空間 那裡面這個黑色的小圈圈呢 就是一個人 那我現在可以改變這個室內的人數 那你可以看到當我的人數開始增加的時候 裡面的人呢就會開始互相的推擠跟碰撞 但是盡量保持一個社交安全距離 好 那隨著我的人數不斷的增加 好 那增加到他無法保持這個社交安全距離的時候呢 程式就會列出哪兩個人之間是沒有保持這個社交安全距離 然後就會畫一條線給他 那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哪邊哪兩個人沒有維持這個社交安全距離 好 那我們就從頭開始吧 首先第一步是我要來建立一個十米乘十米的空間 那我們可以用矩形的方式來繪製 那因此我們可以呼叫我們的Rectangle 好 那因為我們的Rhyno的單位現在是millimeter 所以十米的話就是一萬 所以我們就直接給他一萬 那我們在X跟Y都給他一萬 所以有一個正方形大小的空間 好 那接著下一步呢 是我要在這個空間裡面放人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 populate 2D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矩形接到這個 好 那N呢就是你想要的人數 那我們先設定1到100 好 那就是一個人 然後不同的人的時候他會產生不同的點 好 接著我就要利用這些點 然後來產生Sphere Collider 也就是一個球體的碰撞 那我們會需要用到這個Cangaroo 那我們就可以來找一下這個Sphere Collider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產生的這些點 接到這個Point上面 那接著我們要來設定我們的半徑 首先我們先產生一個Slider 那因為我們的室內社交距離是1米5 所以我們就直接給他1500 然後我們改一下它的暱稱 那我們假設以每個人身體的直心為圓心 然後畫一個圓的話 那我最極限能夠維持這個社交距離 就是剛好這兩個圓結在一起的時候 那也就是說兩個半徑加起來要是1米5 那代表我一個圓的半徑就是75公分 那我們再稍微保守一點 因為社交距離是1米5 那我們讓它到1米6 因為1米5馬上就超過嘛 那我們就1米6讓它有一個彈性的空間 好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Expression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先把它接上R 那我在這個R上面按右鍵 我們來編輯我們的這個Expression 我們可以先把我們這個社交距離先 就是Expression 我們剛剛丟進來這個1500 然後先把它加上100 10公分 接著再除以2 得到我們的半徑 好 那我們來調整一下我們的版面 那順便改一下這些暱稱 好 那下一步因為我們需要跑模擬 那我們會需要用到Cangaroo的Sulfur 那我們使用這個BouncingSulfur 然後我們可以把我們的Collider接上去 然後為了方便通常我們會再接一個Button 可以控制要不要重置我們的這個結果 模擬結果 然後再給它一個Toggle 去控制我要不要開始做這個模擬 False的話就是不做任何的模擬 好 那我們可以先把剛剛這個產生點的預覽先關掉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模擬打開 接著我們重置一下 大家會發現這些 呃 點位就是大家會互相碰撞 然後但是它碰撞之後就會跑離這個範圍 但是我們要盡量讓它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還需要加上一個限制 讓它限制在這個空間裡面 好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onMesh的功能 來限制這些點必須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搜尋onMesh 好 那點呢就是我們剛剛產生的這些點 那Mesh的話呢我們透過這個橘形來產生 那我們給它一個simpleMesh 把它轉成一個Mesh 那再把它接上來 那接著呢我一樣可以把它接到我們的go上面 那我習慣上會用個merge 把它合併在一起 再丟上來 好 那這時候你就會看到這些 點只會在這個範圍裡面做移動 那我們先利用這些點來 畫出圓 那這個圓你就把它強成是一個人 那我們就可以用Circle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它跑完碰撞後的點呢 接到這個圓上面 那半徑呢我們假設 一個人的肩寬先抓50公分好了 好 所以我會給它500 好 那因此我的圓的半徑就應該是這個500的一半 所以一樣我們再用這個expression 給它0.5乘上X 好 那我們再reset一次我們的模擬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邊邊的地方有一些小問題 因為我們的人不會是 就是卡在這個牆壁裡面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移動的範圍呢 再縮小 就是我們肩寬的一半 這樣人就不會陷在這個牆壁裡面 那因此一樣我們可以利用這邊 來做一個offset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矩形接進來 然後把我們的肩寬接進來 接進來之後你會發現它是放大 那我們要縮小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給它負的值 而且我是只要它的一半 所以我給它負0.5乘上X 好 那我應該要利用這個offset完之後的範圍 去製作這個mesh 產生它的限制 所以我可以把它取代掉 然後我可以先把這個關掉 然後我們再重新跑一次 好 那現在這個人 就不會塞到這個牆壁裡面 接著我們可以來 對這裡面的每一個點 涼涼來畫線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 派上的迴圈來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先來呼叫派上的節點 那我不需要y 我只需要保留我的一個參數 那我把它叫做p 那因為這個p是有很多點組成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list 所以我指定它是一個list 那out通常不保留 那我只留下a 是我最後的運算結果 那我們就可以點亮下來編輯這個python 好 斜發很簡單 我們就是一個 雙重迴圈 那第一層迴圈是用i來代替 那範圍呢 就是0到這個p的大小 也就是說它有多少個數量 那假設它是10個的話 那這個range就是0到10 那這個0到10的意思是 大於等於0 小於10 所以你最後跑出來迴圈 i應該只會是0到9 好 那第二層迴圈我們用j來代替 那它的範圍就是 因為不會有自己 所以就是i加1 那一樣 終點值就是lensp 那我要利用這裡面的點去建立線 所以我就直接呼叫 rs.addline 好 那畫線需要兩個點 那就是我們給它 從這個p的這個list裡面去撈出 編號i跟編號j的這兩個點 所以就p i 這是起點 那終點就是p j 好 那我們必須把它塞到 a裡面 那a要先讓它宣告它是一個list 所以就是 宣告它是一個list 那我們把它放到a裡面 所以就是用append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那這是畫完的結果 接著我們要找出距離小於1500的線就好 不需要全部都顯示 所以我們可以用call pattern 好 我們去做篩選 那 我要篩選的list接上來 也就是這些線 然後我先把它的預覽關掉 那我的條件呢就是我想要找出 長度小於1500的線 所以呢 我就利用 小於1 小於1 小於1就好 好 那 所以首先我先要去找到這些線的長度 所以我們直接搜尋lens 那接著呢我可以把這個lens接到a 那b呢就是我們的社交距離 那在我們前面這邊 1500 好 那我們再用 我們要找出小於1 小於1 就把它接上來 好 那 因為所有的線的長度都大於1500 所以目前這邊的結果是空的 那我們可以來測試看看 當我把人數增加的時候 會不會就有線跑出來 那我可以先把這個點先關掉 預覽關掉 好 然後我們再來增加人數 好 那你會看到 例如說像這邊 他可能沒有辦法維持社交距離 所以他就會把線畫出來 好 那我們一直擴大 那就會幾乎每個人都無法維持社交距離 那這邊可能是還沒有連上 我們再一直增加 那就是幾乎每個點都會被連起來 那我們再把人數減少 那減少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些奇怪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再按一下 reset去重新跑一下我們的結果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正常的顯示 人少的時候 這個要維持社交距離沒有問題 然後當我開始人越來越多之後 要維持就比較困難 所以大概 極限大概就是5253左右 然後再跑一次 好 五三還可以 但五四之後可能就不太行 所以極限大概就是 525354這個上下 說不定可能會有一些其他的排列 反正但基本上 極限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